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現年78歲的拜登 今天在登上空軍一號專機的時候 竟然間 就在登機的樓梯那樹連續跌倒了三次 他的健康情況 又再一次被受公眾的關注 第二宗消息 蓬佩奧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公開警告拜登政府不能軟弱 而且他還擔心 布林肯對著中國的時候 可能純粹口頭上強硬 但實際上就會向中國屈服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拜登登機的時候 糟糕的情況是怎樣 他在登上空軍一號專機的時候 在飛機樓梯的樹連續跌倒了三次 這條片段就已經在Twitter上 和Facebook上廣泛流傳 從片段當中顯示 不知為何拜登一踏上登機那堂樓梯 他忽然之間就好像想急步走上去 可能就是想製造一種見步如飛的感覺 不過他的如意算盤就打不響了 當他很急地走了兩三步以後 他就馬上跌倒了 而且一跌倒一次馬上站起來 再走再跌倒再走三跌 最後就跌倒了三次 之後才是成功 登上得到專機 當然他的健康情況就是會備受關注 因為畢竟他年事已高 78歲的高齡這樣跌倒三次還行不行 究竟是不是庚子魔咒在應驗當中 那就不知道 反正來說 賀錦麗一早就已經磨拳拆掌準備就緒 隨時有什麼依辱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這個替補的人選 因為之前有些媒體都已經踢爆過 就說拜登背後 其實有幾個人掌握實權 垂簾聽證 其中一個就是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我認為這些傳聞未必是不可信 因為拜登現在給人一種感覺 就好像常常都胡哩胡桃 說話都說了一塊雲 甚至乎還曾經 是稱呼賀錦麗做總統 所以這些失言其實就是很低級 你沒理由作為一個總統會說錯這些說話 有時候他提到某個官員的時候 說到口唇邊又忘記別人的名字 或者忘記別人的官銜 都有試過發生 至於拜登如何評價中美會談 他就說 對於 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會談當中的表現 他就認為是會引以為榮的 即是說拜登對於布林肯在中美會談當中 所用上的針鋒相對的言辭 拜登表示贊同 如果拜登不贊同他 你怎會引以為榮呢 但是他一下反水又說另一件事 白宮副新聞秘書皮爾埃就說 經過了充滿火藥味的 中美會談之後 拜登就明白到 美中關係 將會是充滿著競爭的 但是拜登仍然期望 能夠在互利的情況下 跟中國進行合作 即是說 又傾又砌 這條路線 拜登由 上台以來 從來都沒有變過 即是說在經貿上 他就尋求繼續跟中國合作 但是在其他範疇 就要制衡中國 那 究竟拜登這條路線的可行性 是有多高 就真是令人相當懷疑 如果他這條路線是可行的話 特朗普一早就已經做了 而且面對著楊潔篪 在中美會談當中 那麼長的篇幅 來到他對於美國的訓斥 拜登竟然就好像 無動於衷 他 就沒有作出任何的反駁 如果 現在 在任的是特朗普總統 他肯定就已經在Twitter上 說了很多的說話 話又說回頭 如果仍然是由特朗普做總統的時候 楊潔篪出席中美會談 都未必是夠膽講那麼多 好像昨天他所說的那些說話 因為大家看到在逢洋會當中 楊潔篪 跟蓬佩奧合照的時候 都是相當客氣的 兩人都是面帶笑容的 你就看到一個很大的分別在這裡 當然你拜登跟特朗普一相比的時候 當然是爭得遠 完全就是壓不住場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蓬佩奧在接受Newsmax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對於這一場的中美會談 作出了一些評價 他怎麼說呢 他就首先提到 說中國所說的說話 已經是沒有太多的意義 中國就試圖 通過拖延 並且施壓 以取得 屬於他們自己的優勢 事實上來說 在特朗普 執政後期 中美之間的對話機制 真的暫停了 可能正如 蓬佩奧自己說 在他眼中 就是大陸所說的東西都沒有意義 既然沒有意義的時候 索性 連對話都節省 其實這次的中美會談 就已經 反映得到 兩個國家之間 就不太談得了 各說各的話 互數對方的不是 越談就越和 蓬佩奧還提到 叫大家不要搞錯 中國現在認為美國正在衰退 而中國正在崛起 他們就打算充分利用這一點 無論美國稱中國為敵人 或是稱中國為對手 除你有什麼的稱呼 但是中國的意圖 就是要成為全球的主導力量 而且中國正在打算迅速地做到這一點 他還補充 中國是並不會流情的 如果拜登政府是放鬆警惕的話 中國就將會實現到他的目標 其實蓬佩奧這番的話 不單止沒有貶抑或踩低中國的影響力 反而說出了中國的真正意圖是怎樣 大家現在都看到的就是 大陸現在一方面 就在不同的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將中國的影響力 擴及到全球 另一方面 他們又很強調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只是說在聯合國這個平台 因為大陸就已經實現得到反核為主 因為 中共加入這個聯合國 只不過是短短四十幾年的時間 他就已經在聯合國的影響力 大過美國 以往 凡是說到要在聯合國框架底下進行合作 一定是美國說的 但是現在竟然間是出自中國把口 已經足以證明 聯合國這個制度 已經充斥著中國的影響力 至於蓬佩奧提到 大陸試圖通過拖延和施壓 獲取自身的優勢 這些正正就是 以時間來換取空間 到底拜登政府有什麼應對方法 蓬佩奧就警告 拜登政府需要做的事就是強硬 當中國出現了一些不對的行為的時候 就要給中國付出真正的代價 並且要確保得到 每一項對華政策內容當中 都要將美國的自由和安全 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蓬佩奧又擔心 布林肯可能會在公開的場合說得很強硬 但是最終 仍然會試圖 按照中國的條件 而不是代表著美國人的利益 而去跟中方達成協議 其實蓬佩奧這個擔心 頭半個部分 就已經中了 布林肯事實上 就在這個公開場合上 對中國採取了相當強硬的措持 但是到底他行動上 又在做什麼 當然我們還要持續 觀察和跟進 蓬佩奧的這番說話 也證明得到 他之前那幾天 所謂稱讚布林肯那些說話 完全就是虛招 不是發自內心 也證明得到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蓬佩奧怎麼會是真心讚揚布林肯 才行 連蓬佩奧自己本身 他都有意問頂 2024年的總統寶座 他會不會去讚一個對家的國務卿做得好 他這番的讚賞根本上就是另有目的 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夾緊布林肯 當布林肯在延遲上對中國強硬的時候 蓬佩奧就去稱讚他 其實就是在倒截他的退路 一旦布林肯連在延遲上都對中國軟弱的時候 蓬佩奧又有一些 話柄可以來批評布林肯 這個才是蓬佩奧所謂讚賞布林肯的真正目的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出來 但是有些人就愚蠢到以為 布林肯的所作所為 真是得到了蓬佩奧的認同和讚賞 這些就真是笨實到極了 蓬佩奧還說到 如果拜登政府是向中國屈服的話 就將會是極危險 中國今天對美國的依賴程度 當然就比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要高得多 但是這個很可能就是短暫的 以這個也正正就是特朗普總統和他的團隊 在工作當中 給美國帶來的機會 他們就是會保護美國的工人 就業和知識產權 其實蓬佩奧所說的這件事 當然也是反映著事實出來的 在目前這一刻 當然就是中國依賴美國的市場 多於美國依賴中國的市場 但是蓬佩奧就警告這個情況可能是短暫 為什麼會是短暫呢 正正就是因為 因為拜登的經濟政策是錯到離譜 他正正就是沒有為美國的工人就業和知識產權帶來保障 拜登一上台第一天就已經令到幾萬工人失業了 已經說要停止興建美加輸油管道 說多兩講又說基於環保的原因 要打壓在美國的化石燃料的開採 你怎麼來發展經濟呢 所以蓬佩奧的擔心 不是說沒有原因 不是說憑空想像 生安白做出來的 另外蓬佩也有評價到中俄關係 他認為中俄的合作只不過是暫時的 最終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他看得到中俄是為了短期的目標而暫時合作 但是相信中俄的夥伴關係 最終就是會分崩離戚 因為他們之間是有利益的衝突 這就是蓬佩奧對於國際關係的研判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